在我身后的是卡西迪奥金字塔 一提到金字塔 大家都可能想到埃及 的确这个金字塔跟埃及有关 因为这个是主前大约27年建造的 建造的目的是给卡西迪奥 他是做的一个目的 卡西迪奥他本人是罗马千夫长 负责兵营的一个千夫长 他的主要身份是来保证 整个当时罗马帝国一个宗教行政管理 罗马的地理位置在东边有泰伯河 西边就是有城墙 就是从那边一直到这边 他这个死后的墓正好就建在城墙上 也是代表了他的一个目的 想要说一直保护整个的罗马城 那当时呢 当时的帝王呢 是罗马当时的奥古斯都 就是第一代罗马帝国的帝王 他非常成功征服了 可以说欧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 并且征服了埃及 就在公元前二十二十四年 二十几年那个时候 刚刚打败了克莱培特拉 就埃及的女王 跟这个马克安特尼 那这样子就把当时的埃及的文化带了过来 那包括埃及的金字塔 也就说卡斯迪奥 他的墓地所建造的这个金字塔的样子呢 有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方式 所以说这个建造呢 可以说样子很像 但要小很多 这个塔高大约三十米 那上面呢 是这个大理石 下面底层呢 是用的那个石灰华石所垫的基础 那是在最后后来 后来大家打开这个墓室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墓室的主人是卡西迪奥 是主前二十多年 二十七年建造完成的 好 谢谢大家